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桑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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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兄弟姐妹 接着要和大家来分享的 就是有关圣灵的充满 我们今天的教会有两个极端 一个一听见圣灵就怕了 就以为这个一定是灵恩的东西 就不碰都不碰 但另一种极端 我们可以说 在听见圣灵的时候 整个人就好像着火 然后追求的那些 是圣经叫我们不要追求 有些就不去追求 圣经叫我们追求的东西 两种极端 我们都要防备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以法所书五章十八节 圣经 将圣灵的充满和醉酒 作一个比较 醉酒就是不由自主 被酒精控制 但是圣灵的充满 是不由自主 完完全全由神的圣灵控制我们 一样 圣经告诉我们 圣灵的充满 是每个信徒都需要追求的 好了 我们接着要问一个问题 圣灵充满有什么结果呢 《教律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人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这样的事是没有律法制止的 很多人追求圣灵充满 他就以为我们有某一种能力 这就叫圣灵充满 但圣经更加提醒我们 最需要我们去追求 圣灵充满真真正正充满的人 要表达出来的是什么 是圣灵的果子 这些果子 你越有圣灵就越容易表达出来 爱是无比的爱 无条件的爱 阿加皮的爱 喜乐 无论好与坏 信或逆 充满喜乐 和平或者和谐 和人有一个和睦的人性关系 心里面自己有平安 忍耐 恩慈 上上 有怜悯为坏 另外良善 永远都是做对的好的事 信实 不会说大话 一句谎言都不会出 温柔 是进入到别人的疲肉之内 是为人着想 折制 对的事做 不对的就不做 对的就说 不对的就不说 应该说的就说 不应该说的就不说 另外 凡事都要造就人 这个很重要 好了 另一方面 我们看到另一种的结果 《善行传》四章三十一节 告诉我们 普告完之后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有一个结果 就是放胆讲论神的道 原来圣灵充满的人 一定是放胆讲论神的道 《善行传》六章三节 另外告诉我们 圣灵充满的人 是有好的明星 并自慰充足 或者神的说话充满它 明显 圣灵充满 和我们被神的话充满 分不开 不认识神的说话的人 是很难 甚至不可能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的人 一定熟悉神的说话 另外《善行传》七章五十五节和五十九节 斯提反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他被人用石头打到死的时间 他仍然在呼求 不要把这个罪加在他们的身上 另外《善行传》十三章九到十三节 我们很清楚看得见 有可能圣灵充满 都被保罗也好 司徒也好 彼得也好等等 他可能会有神迹 有恩赐产生出来 但仅仅记得 这个神迹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斥责罪 不允许一些有别有心意的人 是别有用心的人 利用神的命来做坏事 圣灵就给他们有这个智慧 当众来去斥责 好了 到底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回应圣灵呢 就是这样 以乎所书叫我们 总要被圣灵充满 第二 以乎所书四章三十 不要叫神的灵担忧 不要犯罪 不要做一些圣灵不中意的事 第三 贴前的五章十九 不要灰色圣灵的感动 消灭圣灵的感动 《善行传》五章三到四节 不要稀控圣灵 希伯来书的十章二十九节 不要泄满私恩的圣灵 另外 《善行传》的七章五十一节 圣经也叫我们不要抗拒圣灵 弟兄姊妹 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信住圣灵的行动 有错的认罪 有行动我们要做的奉献我们自己 主啊我在这里 请猜献我 另外 做那些天国吩咐我们 先求祂的国 祂的义的事 我深深地相信 我们如果肯这样做 我们就会更多时间经历 圣灵的充满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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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